我知道了 你继续观察市场反应 陈市长 曾副市长 贸易总务司 第一批销售的二十万品变杀 全部销售一空 好啊 这就交上手了 那就再增加数量 继续抛售 您是希望通过数量和价格 敲动这家钱庄 让他们调动油资继续抢购 没错 希望他们这一次 能够减少吃紧的量 毕竟这些物资 两位市长 都是给我打了对折的 季三毛 我们是相信你的能力 和你的判断 但是呢 这些贪得无厌的人 吃不饱 是不会往外吐的 一片一个价格 真心事 什么意思啊 我怎么看不懂啊 这两个人有点兴趣啊 这没想到你 这就是我们老板 老板 您来了 那胆子比我大呀 您有什么吩咐 先按兵不动 需要涨价的时候 我打电话给你 明白 老板 慢走 肯定是要打仗了 怎么回事啊 又打仗了 肯定是要打仗了 又打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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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有销售纱布的店面 不降反身 价格从三万六千元一匹 涨了三千元 交易的情况怎么样 很活跃的 年刹最近的实际交易量 其实并不活跃 一见我们抛售啊 他们就立即逆势上涨 这是企图借我们的东风啊 趁机祸害市场 买涨不买跌 投机面 一下就暴露 只可惜啊 他们的如意算盘 今天是要落空了 既然他们要挑衅我们 那就出售第二批 拖住这些投机商 好 喂 现在出售第二批 再降四千元 另外 查清楚刚才涨价的 销售棉杀的公司当中 是否还有存量 有多少 同时还有 大量买进的买主 资金来源 好 战场上 枪声一响 就只有往前冲 是啊 只要知己知彼 准备充分 就没有什么好怕的 现在开市市场就活跃 证明地下钱庄 已经有行动了 小璐 给李诗英打电话 他们可以行动了 是 我们抛售的物资 还在被快速地吃进 等这批棉杀销售完 下一批 价格继续降 绝不给他们喘息的机会 好 我倒要看看 他们还会吃多少 还能吃多久 我真是要对这些投机商刮目相看 有他们在 国本如何稳固 这些投机商券 即市政府 免杀我已经买好了 五千匹 两万一匹 一把钱汇到申金银行 账户名称是 零三五八 一零三七 陆修远 锁定一家申金银行 这家银行 以前是我们一直在追踪的 一家地下钱庄 陆修远找到了 与他们有高息贷款的 一家投机商 现在他们正在前往银行 我申请立刻前往 进行取证查证工作 莫慌 这些个 敢违规操作大量资金的人 都是穷凶极恶之徒 太危险 让金融处和公安局去 可是 物价被恶意抬高之初 这家银行就非常狡猾地 逃脱了我们的追踪 如果我不摸清楚 他们的情况 贸然查封的话 恐怕会出纰漏 对经济站 也会有不利的影响 我保证 只取证 不冒进 那也得保障你们的安全 通知李世英 他们进到银行 三十分钟没有出来 马上行动 好 一定要小心啊 好 好 这个人怎么又出现了 是吗 打击银员炒作的时候抓过他 查官僚资产的权 也抓过他 难不成再抓他一次 为什么不把他放了 犯的都是小事 看来就是这家银行 我去查查 先进行事 老板稍微等下 快点 好 你好 我是上海市政府财经委的 你们老板在吗 你 怎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呃垾的藏本啊 就是 盼你有命看 为命带死 如果你现在自首的话 还可以申请给你清判 都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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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坏了 我们的人没出来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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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开 啦 快快快快回来 我快快回来 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快快快 我是陈奕 你说什么 什么人 让我们的人把鸯围起来 起来 报告 这是银行监控图 扫好了 是 干什么 都别动 把枪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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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法犯法 把枪放下 留你条活路 不晓得这么漂亮的脸蛋 被我一枪轰掉会是什么样子 把枪放下 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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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踢过来 李世英他们应该已经攻进银行了 不会有事的 他们胆敢伤了我们的人 老子枪毙了他 亮这么家伙也不会有这么大的胆子 老板 警察出进来了 把上面枪放过好 露学院 把帐本烧掉 是 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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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没有 没有 都不许动 没动 放下 你怎么办 我没事 保护照本 把他们都给我看好了 老子不托不强 你们共产党偏偏要搞我是吧 好 都别火了 你们两个跟我来 是 哥 陆修远 陆修远 来人哪 来人哪 好 我跟你说过 我们共产党员 都是特殊材料制成 这回你信了吧 报告 粮店出现抢购 又抢 不是投机商 是老百姓 我已经让刘副处长宣读政策了 其他的粮店呢 不问 不买 不抛售 地下钱庄已全部查封了 他们再不抛售 我们可要催还贷款了 那些个欠钱不还的资本家 不是不承认他们囤积聚齐吗 催下他们 让参警组和金融出的同志们 开始行动吧 是 这次 你虽然没有实际经手地价钱庄和囤积聚齐 但是也参与其中 罪责不侵 现在好在啊 我们的政策都是匡大为怀 你回去以后一定要好好地改造思想 积极投身到我们上海的建设当中 不要再做那些投机取巧的事情了 小顿了 小顿了 哥 没事吧 你们怎么办啊 李良 我通知他们来的 南茵 你 怎么 还想瞒着我 这可是最后一次啊 否则我就真的取消婚姻 我错了 我错了 听见了吧 回去面壁去吧 南茵 晚上到家里来吃饭吧 不了 今天路密室出院 你看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 你赶紧去吧 他还在医院等着你呢 那我派个车去接好了呀 你管好你自己的事情好了 再一位 再一位 走了 姐 再见 田副局长 辛苦了 那我先走了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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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回事儿 这次轰炸 是害死了很多人 有很多人跟我们一样 失去了最亲的人 最好的朋友 灾难 战争 让我们无法阻挡死亡的到来 你别太难过了 我不知道英子她去那个旅馆干什么 她无缘无故去那个旅馆干什么 你说什么 姐 我问救援队的人了 他们说 是在旅馆的废墟里找到英子的 我还问 假如她就是从那个旅馆门口路过 会不会被买在废墟之内 救援队的人说不会 她是在房间里 你到底在说什么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英子一直有心事 她好像是觉得那个李大夫有些奇怪 她还说了一个新的旅馆 之后她就走了 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去那个旅馆 我就去问李大夫 李大夫就是不停地哭 什么也不告诉我 我又来找她 林老板就认定英子是死于意外 什么都听不进去 还嫌无烦把我赶出来了 你说的这些听起来也没什么关系 那为啥英子好端端的要去旅馆呢 我不知道 那这旅馆 有没有幸存者 好 朱阳成群猛兽独行 田局长 计算吧 坐 我问你 我问你 福利会的人和小旅馆有没有什么来往 我不知道 石七 我理解你的心情 但是 人命关天的事情还是要谨慎 对 关于小旅馆 以后不要再提了 为什么不提啊 为你好 可以吗 好看的 好看 关于小旅馆 好看 你们 垃圾 好看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饿了吧 先吃饭 这什么 除夕夜八宝饭 这是八宝饭 借食堂的火材料就这么多 你自己做的 嗯 你也尝尝 好像忘了扫糖了 下次一定注意 不过还是好吃 对了 把这个送去给全市长 孩子们第一次在上海过除夕 就当送给他们的礼物 孩子们一定会喜欢的 你想得真逐的 我现在又送过去 嗯 一会儿你吃完了 我们去江湖江散散步 嗯 好吃 下次记着把糖给放吧 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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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您好 你看 你欸 我说我来 你 Ton那我来 太好了 你看我去哪里 我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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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去哪里 约好跟福利院的孩子们一起过年呢 触景生情了呗 其实你心里想着她 就像她在你心里陪着你几过年一样 姐 你说得对 姐 我有个事想跟我哥商量 但又怕给她添麻烦 什么事 全国还没解放呢 我想去参军 参军是好事啊 这怎么叫添麻烦呢 可我是在码头上混过的工人 不知道解放军的要求是什么 解放军的要求呢就是 爱国 爱党 爱军 爱人民 我支持你参军 哥 你去哪儿了 我让你去送糖 糖也不见了 人也不见了 还知道回来呢 回到办公室看你不在 我猜你就来这儿了 以前我爸每天出席都带我来这儿 因为就这儿人最多 最热闹 那没准我们三个以前在这儿碰见过 原来就是你啊 好 姐 你说 我去参军之前 能不能叫你嫂子呀 智希 只要既参我同意 你随时可以改口啊 嫂子好 嫂子好 你们要再这样我走了啊 今天应同志 新年就要到了 新年快乐 嫂子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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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可没有禅丧子面 台菜很新鲜 或桂花更 北京还没有你呢 不様 行 陈医事长接到中央通知 到北京开会 我们秘书处的工作量 肯定是很大的 你又不想因为夫妻关系 让陈市长帮你撩离工作 我能理解你 也支持 谢谢你的理解 我支持 但是你要给我保证 保证 保证什么 我你还不了解吗 除了工作就是学习 保证 杜绝一切社交活动 我保证 杜绝一切社交活动 金南英统治 到了北京 一旦新工作展开 以你的性格 势必会费尽忘事 在上海有我照顾你 北京你得照顾好自己 不放心我呀 那是不是也要我向你保证 这个不敢 我保证 工作之余 我会想你的 工作之余能详 已经很不错了 工作之余能详 我会特别想你的 我也是 和我说明不错了 我确认你